Hello大家好 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四场活战的比赛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今天这四场活战的话 由Dr.Logic圆弧 陆小溪和两只身体邀请提供 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 那我们先来看一场群熊吧 那么第一场群熊 我们这边的话 选了一个貂蝉配恐龙啊 小美女配恐龙哥哥 那么看一看这个上来的话 大家什么尿性啊 一号位这样的话被过拆 然而自己无懈一发 然后三号位的话是直接装备弃牌 然后这边的话出来个小跃音啊 那么哼哼哼 交传开始啊 交传开始 那么也就这样啊 也就这样 本以为要什么大作为啊 然而并没有 那么锦囊都在这里 缠死你啊的 那么后卫啊 来了一个非常凶猛的 请兵之我骂 鸡哥 Fuck 再Fuck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遭殃了 我们遭殃了 而且 他这个地方是全量将啊 那么我们这样的话 民事之风也用不了了 也用不了 对这种流氓 无法民事之风 那么南蛮开一个杀 还行 最后这五股估计 只能拿到一杀了 那么裤裤 掏把炉 给我看一看 来 掏裤裤 你掏 你掏呀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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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请兵吃我吧 那就直接挂逼了 那么我们这样的话 可以继续回来 那么后卫的话 顺手转扬 继续上我们 这九杀 我们是直接闪掉了 那么民事还想玩 归缩 继续归缩 然后这边的话 还有冰凉寸段来一发 这个七号位打的也是 势头非常的猛啊 非常的猛 那么七八位肯定是一家人 但是至于是不是都是属国 再看啊 再看 来吧 那么尽管来吧 一号位跳了一个位将啊 跳了个位将 看戏啊 看戏 这边的话 二位的话 砍一下七号位啊 砍一下七号位 场上降面不是太好拍的 那么这边的话 砍一刀大位 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听过冰凉 好评啊 然后再避孕 摸一张啊 现在的话 由于我们这个比较弱势 只能是啊 量避孕 求过牌啊 求一些升级 那么民事之风 伤不得我 伤不得我 那么但是狗祸 跟神速子 在这边一个全量之后 估计要搞我们了 一大牢跟队友刷几波 现在就是总共三个大位 在场的话 估计剩下的不多了 估计不多了 南蛮再开一波的话 我们这个要掉血啊 避掉血 避掉血 那么现在狗祸就基本结束 你驱虎吞狼 打谁啊 打谁 打我们 明事之风 甩你一年 信不信 是吧 这个地方你就没办法了 那最后的话 这里决斗 送一方 二号位的话 肯定是飞位了 三号位不动出来的话 应该也是飞位了 这个时候 位将还不动 不可能啊 那么南蛮一开 这个南蛮 他酿小胖 难道就为了坑我们 那么杀一刀 零点 杀的漂亮 后面这种一血冰死的人 我们就可以调戏 夫君替我做主啊 替我做主 那么你不死刷牌 这样的话还好一点啊 那么这一轮不死 只要我们能存活啊 只要我们存活确认 后面他为国就可以崩啊 就可以崩 那么万剑开出来的话 整体差评啊 整体差评 雷弓助我 漂亮啊 漂亮 那么这里的话 你刷 硬刷两张牌 那我们整体教主 那是赚了 教主是赚了 那么这边的话远交进攻 再三张牌到手 那么至少现在的话 冰两家是没有问题啊 月银跟我们冰两家 然后剩下的手牌 估计也不错啊 顺手他想顺我们手牌 决斗再来一发 那么还有个 灌石强重啊 灌石强重 谁救一救 漂亮 救起来就有命伯 那么这边的话 再开桃园 这桃园开的 有无限就好 有无限就好 冰凉寸单 两兵一乐 控场 那么千里席人 那么千里席人 这样的话 我们无可奈何 只能一闪啊 只能一闪 八卦好评啊 关键时候救我们一下 那么知己知彼 看看手牌 不敢砍了吧 你偷又怎样 敢脱吗 不敢脱啊 教主更流氓 谁敢了 有我们鸟 那么这边啊 可惜勒布斯手被勒中啊 被勒中 这个地方的话 顺手转眼 然后过河拆桥啊 过河拆桥啊 那这个还是 应该是废数啊 拿这个人王的话 肯定是废数啊 那么雷击一发 漂亮 这又带走了 带走了就看我们后面怎么打啊 火攻来一发 没有中 当然我们希望他中了 到时候调戏的话 那么可以锁锁连环呀 这个时候啊 肯定是锁锁连环 雷杀一刀 这里 这里干嘛不杀狗呢 不杀狗呢 那我们这里的话 牌扔给教主啊 扔给教主 那么狗祸的话 过河拆桥 主要我们现在要防自己崩掉 所以刚才无戏的话 更有用一点 塞给教主好一点啊 那么这里拼点输 洁密补一发 然后并没有什么暖用 教主知己知彼 这个知己知彼 看了啥 看到啥 那么这样的话 挂上闪电 下一回合这个闪电 还有点机会啊 有点机会 那么现在的话 注意啊 狗祸 挂了一张神牌啊 藤甲 那么这个藤甲 你在后期挂藤甲 我只能说你 一刀毕命 一刀毕命 那就你成 不得不死 那就死去吧 死吧 那么这个地方啊 注意啊 一旦我们把大卫给解决了之后 瞬间全凶压制了 瞬间全凶压制 而且这里我们是离剑 礼让 配合给教主牌 那么那边的话 教主以一代劳开出来 我们再次配合 这个礼让 注意啊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有一张闪电 然后有一张铁锁 可惜不在教主手里 然而我们就依靠了这个一代劳配礼让 送给教主 然后闪电来一发 闪电来一发 那么僵尸猴的话 这个时候 教主只要保住这份闪电的牌 那你月音就难逃一死啊 难逃一死 那你大胜的话 那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啊 这样的话再次调戏 再次给牌 最后的话 分分钟音可以把你解决了 雷公助我 雷公助我 死 结果还不死啊 还不死 那这边的话继续八牌 八牌的话 我们填封啊 那可以死剑的 可以死剑的 那么这里的话注意啊 礼让啊 注意我们这里 离剑礼让 可以随便配合牌 给教主一张闪 有距离再来一张杀 配合一次雷击 所以最后 我们这两个人之间的配合 应该来说非常赞的 礼让啊 礼让 好 这是一局全形 我们来看一下 这第二局这边的话 蜀国啊 蜀国 那么蜀国这一局的话 是一个选了一个二爷配配比啊 配配比 那么这里诸年闭合的话 应该来说整体还算可以 万剑奇鲁啊 奇鲁之后的话 跳了两位在场 那么三位在场 这样的话又是大卫国 大卫国呢 就是反暴团啊 我们盟友 奇鲁盟友啊 集鲁盟友 三号位这个地方 竟然这样的话 三号位不亮 那估计啊 可能是非位了 非位了 是吧 这都不卖啊 这都不卖 那么 九卢那边四号位 结果四号位是个位将啊 结果四号位是个位将 那三号位刚才这个意思 就是刚才也是这个 这个 位将了 那么这边的话 这个桃 在以一代劳开一发 开一发 那边的话 跟队友刷起来 刷起来 那么这边的话 年度肯定毫不犹豫的 这边刷起来啊 那么我们盟友 积极啊 盟友积极 那你这个157打的太难了 这草屁 这草屁 嗯 太难了 只能说太难了 刚才这边已经三队友出来 国家盲居他的时候 他就已经该翻面 然后控这边四号位 挨个控六号位 四六号位控住了 司马尔保证的行动能力 这打的什么鬼啊 打的什么鬼 那这样的话 他要挑战野心家 就让他挑战嘛 那我们剩下的事情 还要粘合他 粘合他 就像开一个五谷的话 桃子该吃的吃啊 该溜的溜 嗯 嗯 你冰娘的话 基本没什么用啊 司马这边的话 肯定是不去你的冰娘的 火攻一发的话 反馈来一个 然后的话 七一张牌 七一张牌 这 那么 呵呵呵呵呵呵呵啊 嗯 真机司马 这个 过盘量啊 也是比较吓人的 这样的话 嗯 这样的话 最后 七张牌到时候 七张牌到时候 那么冰娘寸段 直接 冰娘寸段 直接是笑啊 是笑啊 嗯 那么现在的话 那肯定是大卫出来压制 大卫出来压制 决斗一发的话 再开一个南蛮 南蛮我们直接掉鞋啊 注意后面肯定是 我们有一波人德 大人德给出去的 好评的 那么曹皮这个地方啊 继续不卖 不卖的话 司马有办法让你卖 然而他还是不卖 那这样的话 嗯 整个的一波 气牌之后啊 那么贾大爷跳出来 九骚 这个九骚肯定骚不到啊 人家有清国啊 你打不动的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贝贝一跳出来 然后的话 可以给一波牌啊 给一波牌 这个牌序又有问题了 又有问题了 这个你这地方 肯定是可以先给牌啊 这桃子放在手里 有点危险啊 防止司马反馈 那么给了一大波诸葛 老小诸葛啊 这个老少配之后的话 诸葛这样刷一波 然后燃烧吧 骚一波吧 骚一波 就是骚不中 司马只能反馈 反馈的话 这样也没什么 因为我越境 效果终于跳了出来 终于跳了出来 那么乐不思数还算可以啊 这样乐中的话 控制住郭家的行动能力 那么批少再这样出来的话 搞一刀针机 顺手撞扬 好平杀一刀 结果还是没有啊 没有 那么落神失败 冰娘却听过了 冰娘却听过了 贾大爷的话要行动了 行动的话司马估计要贵啊 要贵 那这边以一代劳刷一发 现在注意啊 场上毕竟大卫还在场上 盟友们肯定还是 齐心协力 四打三 骚包一刀啊 这一次继续啊 还是老毛病啊 桃子肯定是先送出去 防止这边 防止这边到时候被救回来 你这个一个反馈 你这怎么打 怎么打 瑕疵啊 瑕疵 那么现在 卫国的话 还有国家在这边啊 持续一个酒刹 把国家给带走了 这也是 溜的不行了 那么曹丕确实有点二 相对于曹丕而言的话 就是卫国而言的话 曹丕更希望争取 毕竟有空场 狗祸的话基本没什么太大 你的计谋被识破 你的计谋被识破了 你的计谋被识破了 那么这边的话顺手 几波顺手 最后一套还是轮到别人那儿 那么南蛮开出来 我们这里的话是利用了 额外一张牌 额外一血 半血 摸一张牌 然后的话 猪年币和两张 瞬间的话 还有了点防御 九骚的话 有点伤啊 有点伤 那么主要我们队友这边还空城的话还行啊 还行 这边再打一个假大假太尉的翻面 打的这一波还算可以 毕竟假太尉一行动的话 那估计啊难打 那么这边的话要给 你不给个九 直接让小猪哥去骚一波吗 这是骚一波吗 那么南蛮再开一波 能死的就给我死 死不死 死 漂亮 那这样的话人都拿下 那么还给我们打一刀啊 这个地方刚才就是九 肯定是给出去啊 小猪哥这种红牌肯定不会妨碍他空城 肯定是给出去直接助攻的 那么假太尉这个地方离线 那你一离线之后 整体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最后这一波的话 那肯定是死了 假大假太尉九杀 足 足 那边还桃子旧起啊 然后刚才已经气过牌了 桃子都没了 燃烧吧 藤甲装的好 藤甲装的好 这个你都给啊 都给啊 这肯定也是全心全意 辅佐成相 死活可助我 就大获全胜 大获全胜 那么这一局 这会感觉有点不太好啊 不太好 当时看的时候觉得还行 这会看感觉还是这个漏洞太多啊 首先曹碧这个地方漏洞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啊 这个排序啊也稍微有点问题啊 打四马启发啊 都是太冒险了 太冒险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局啊 这一局的话是一个巫国啊 巫国 那么这个巫国的话 这个降面比较速啊 比较速 嗯 没什么多大的爆发能力啊 那么主要是可以破防啊 可以破防 尼城的话稍微是带点防御吧 太冒险的话上来就去搞那边啊 顺手顺手啊 看了一下七号位的主将 那七号位的话 这就是飞群的哦 飞群的 然后这边的话 三号位看一下五号位 开一个南门出来 那边打来出了郭家 打出了郭家 我们小家兽 然后又塞出女王大人 那么这边飞群偏 呃 飞位偏群一点啊 我们闪电过了 然后吃一桃直接看戏啊 看戏 这边的话 装装美国 六号位的话 闪电 冲不冲 冲了 冲了 那么修将天下人 副我 操老板 那么这个地方又碰到了家兽啊 操你还好吗 操你好吗 嗯 那么这个地方一波强输出 那你周氏就是纯粹的啊 这个被仇恨了 被仇恨了 这个就没办法了 人家操老板的输出能力太强啊 太强 一波强输出 再吃我一鸡鸡 那你周氏不是喜欢 哎呦 咱俩还真是投云呢 那投云这一下 真投上去啊 投上去 那最后这一波的话 是把全熊那边一只打破啊 打破之后的话 郭家 跟真机的这个配合啊 还是比较bug的 比较bug的 这样的话杀一刀空一下猪龙 猪龙的话 本以为他放弃信仰 没想到这个时候还拖完 回来 双女王模式 那么肯定有男蛮开出来 在打 这肯定是无脑开A啊 无脑开A 操老板这个时候还有一张杀 不敢吃了 再吃就死了 再吃就死了 那么这个男蛮开出来 保操老板 那么一个九杀 九杀你打国家 这肯定打不中啊 打真机打不中啊 那么月鸢这样的话 肯定是打空了 那么桃圆开起来 这个桃圆开的整体感觉 有利于大卫啊 有利于大卫 但是 他要是大卫可以出来控场呀 但是 待会再看啊 待会再看身份不明 这边五号位的话 肯定是跳飞位的 然后这边的话 曹老板杀真机 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这边杀一刀 祝荣 祝荣 完杀而死啊 结果还有一球 那么贾太尉 再来一个 一龙俱龙 一损俱损啊 一损俱损 那么可惜没有九杀 他要是有九杀的话 真机门 可能要扛不住了 这个地方怎么回事 还是逃啊 还是逃 那么一号位刚才啊 也放了一个桃源 这边国家的话 塞给了他一下 火攻还真是卫国 真是卫国 那这边的话 他刚才完全可以跳出来 控场呀 这都想不通 乐布斯说好评啊 乐布斯说好评 没乐 我敢打你 这就顺利的控一下他 那我们这个地方 一直就是刚才几轮 就看他们 各种花式的打工 花式打工 我们这一下跳出来 配合一下全熊啊 毕竟三个大位了 修教天下人复我 那么死不死 结果还有头啊 还有头 那这也是逼狗了 逼狗了 五号位再砍一刀 这个是放权谁 这个没有放权啊 直接自己强收吗 九属性杀 漂亮 漂亮 小胖这一锁 一九杀 这个直接是大位崩盘啊 是大位崩盘啊 那么这样的话 整体前期 这已经结束了 这个就进入了后半期了 前期就是各家稳定的互相配合 最后剩下四国捐旗 咱来下一下 下一下四国捐旗 主要现在整体而言 甲鱼是有主动的能力的 我们是有被动的 他们不敢打我们的能力的 所以这在这种架面的情况下 谁打我们 我们就拔谁啊 这个阴魂谁吃的消 是吧 那么曹仁那边的话 翻面曹仁啊 这基本翻着翻着就死了 眼看着自己的政权 国泰民安 格武生平国泰民安 那我们这开个五谷 吃个糖 坐山观虎斗啊 你们打 你们打 南蛮开一波的话 这样再炸一波 然后的话这里他去选择杀甲鱼 那你这个地方不如来杀我们啊 杀我们 你有寒冰肯定是科英文啊 否则的话后期你怎么打 那我们现在就联合了甲鱼 注意甲鱼啊 不是太强 我们这里主要考虑 你最后跟庞统单挑 也没有十足的优势啊 没有十足优势 首先现在他还有一条命 那么其次享乐的话 我们是不可能有额外的过牌量 在这边的 那么最后庞统的那个年环 还可以刷牌啊 还可以某种程度上造成刷牌的效果 那么小胖这个地方 歌舞生平 国泰民安 那继续闪掉 那我们继续殷红啊 这样的话就是二党一呗 那么桃园回复一个 主要是给甲鱼啊 主要是给甲鱼 现在就是整体保一下甲鱼啊 保一下甲鱼 杀一道 哎呀 且听我最后一言漂亮 漂亮 那么注意啊 这里甲鱼虽然那边有享乐 但是甲鱼只要排远光 那就是什么 死剑可以打一发呀 那么拆寒冰 可以的 寒冰毕竟克了我们的一张神牌 那么这里且听我最后一言火攻 骚啊 这肯定骚啊 毫不犹豫的 现在宽建的是 我们要在甲鱼死之前把旁统的一条命给耗掉 给耗掉 那么这样的话 南蛮开一波 可以的 这个杀肯定是有暂时不用了 暂时不用了 现在的话就两方 耗着势力上 旁统在消耗我们的甲鱼 甲鱼在帮我们消耗旁统 那么闪电 你想靠闪电来取得优势 能有优势吗 决斗 涅槃了 闪电让你没有闪电 那么这边的话 搞泰尾 过河拆桥 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 属群啊 可以桥转一下方向来搞一搞我们了 搞一搞我们 他那边还在搞甲鱼 那你旁统现在这种残局的情况下 这就死吧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还是打的不错的 就利用甲鱼 就利用他们俩之间的仇恨 而且主要我们的阴魂网阵孙大胜 是吧 金箍棒网阵一摆 谁敢惹我 敢惹我 我就拔我你裤子 拔的你一丝不履啊 一丝不慎 最后看你怎么打 好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的话 这个已经是这个比较强劲的武将了 强劲的武将 争击国家 争击国家 那么这里的话 守卫 机友就亮出来 你这个不是要让别人烧死你吗 是吗 这个这个打的太高调了 那我们看到公公出来 我们迫不及待的就赶紧出来 进一进 公公 进一进公公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这边啊 还有好机友 操你好吗 又是操你好吗 看来他不太好的样子 不太好的样子 那边连弩突突突啊 鼠背 竟敢伤我 大制衡 再来砍 那么看来 操老板就直接这样挂了 哎呀 这没等到我们加兽出来 他就挂了 操你好吗 操不好呀 这个地方看来没操好 没操好的话 搞我们 连弩又来 瓢我们 瓢我们这边的话 最后只能闪了 不能过分的卖 而且手里全是红啊 全是红 黄中这里的话 这又要高 我们看来啊 谁过 鲁子不要 鲁子不要 我差小H 空八位 空八位 那我们这样的话 就乐不思辱 落神 大落神 那个了 那么听过 切过 高兴的太走 堂囊 补缠 黄雀在后 这边啊 不仅有教主 还有二张 然后又有大师 那么现在的话 整体而言肯定 嘲讽不在我方啊 不在我方 那肯定是在大师二张这边 但是大师二张 你现在一跳之后的话 后面六七八位啊 肯定是要搞你了 搞得你爽个饭啊 搞得你爽个饭 那么六号位 这样的话 谁来与我大战三百回合 双胸啊 这样的话 这 这估计是 打着想 想刷一波雷击的 没刷成 这打着什么鬼 教主没闪 也是无可奈何的 这样亮了一个 懂胖 这才放毒 这个 你杀夏家的话 也没什么弄喊用 你即使收了这个 又有什么暖用 收了之后啊 注意啊 这边收了之后 你还是要弃牌啊 还是要弃牌 你弃牌的话 二张可能就要赚啊 可能就要赚 当然这里还好啊 刚才的话 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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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知己知彼看过了啊 刚才应该是知己知彼看过吴国党 这我又 又走神了 算了 那么南蛮再一开的话 现在整个场上 这肯定是吴国压制啊 压制 那么吴国压制的话 肯定这边拿二张大势开刀啊 拿二张大势开刀 这边全熊迫不及待的享受人头 但是人头一收的话 那边二张只要还存活 那你太后的这一手手牌啊 可能就被董胖拿走啊 那我们这边火攻的话 那我们这边火攻的话 收这个人头 考虑收这个人头 收这个人头也行吧 也行吧 远交进攻刷一波 然后吴中生有开出来 这样的话 先自己回血啊 先自己回血 张八派出去 空一个勒布斯鼠 可以啊 这样的话 暂时二张控住了 后面双头 这一下肯定是要 发动双雄啊 带走二张了 快来与我等 绝一死战 短啊 那么大师足 大师足 这个桃子就这没必要 你这里不死 后面太后还有阵毒呢 怎么都得死 太后没有阵毒 我们这边还有一刀呢 这个桃子有点浪费啊 那么孙权周泰的话 基本也没有 大致还有一丝丝的作用 双头跟太后这边的话 现在他是额外的牌 一堆肯定是 求那个 求正毒 来正你们 正你们 那么现在整体的局势 大家可以看到 九分钟 还有二十 总共二十六分钟啊 其实这个地方 整体应该是你无权 拧手啊 打卫武啊 增机国家 你们怎么打 怎么打 那么这个地方应该是 只战修兵啊 来年二抗一 杀一刀我们直接 清国调 清国调 那边的话周泰 远交进攻刷一波 我们还给刷了 给刷了 那么主要防在这一波九杀 这会感觉又卡了 又卡了 知己知彼 再刷一波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基本处于防御啊 防御 那么现在他们两边的话 都不太好打我们 我们还加一码装上 放风阵 顺手软扬 先拿个距离 拿个距离之后 双头已经是气疗状态 气疗状态之后 那你就死了 粘弩装齐 突 那最后死了之后的话 就慢慢磨周泰 慢慢磨周泰 这个地方 寒冰啊 其实不太好换上 换上之后 你留在场上 那就是迟早人家的 那这样的话 打你也不太好 虽然我们不缺险 不缺险 这样一波勒布斯鼠 孙权打一波啊 那最后打的话 我们直接在 宁波微步啊 宁波微步 逃过一截 继续磨牌啊 都是陶二 都是陶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巴不得掉血 卖牌啊 吃陶 陶子肯定要利用起来啊 大老神 漂亮 来一张 额外 至少有牌 就是漂亮的 有牌就是漂亮的 那么那边的话 拆陶 这牌 真是 无可奈何了 无可奈何了 那最后我们瞬间 被寒冰 卤光之后啊 卤光之后的话 这样杀一刀 乐布斯鼠 控一下 那么结果还添过了 现在整体而言 看装备 或者是手牌 我们稍微占一点劣势 但是前例上来讲 我们是没有什么劣势的 没有什么劣势的 大老神 只要一回合 强发挥 那就是一波小高潮啊 小高潮 刚才你看火工 在一杀的话 又是一波小高潮 拿我们刀 拿刀就拿刀 我们的话 这个地方 就是红牌 敲你牌啊 敲你牌 双手转扬 再弃牌 那这样的话 他瞬间也关了之后 我们就好打多了 有过牌 最后再九操啊 再九操 那么两刀一刹啊 可以搞定啊 慢慢搞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更快一点 这一局 整体而言的话 就是说在 呃 个人能力 体现的更多的是 个人能力 本来我们应该是 重视之地的 幸亏大师阿章 这一跳出来之后 就整体的 给了我们的这个 降低了嘲讽 所以他这个抢着 把嘲讽袭过去了 那么所以这一局 二张大师应该是 整体你打挥缩啊 打挥缩 把我们这个男 啃的骨头 就大家齐心齐力 把我们搞掉之后 你再跳出来搞 那样是最好的 那么现在还有闪电在场的话 我们也不怕批啊 批下来是最好的 我们巴不得九张牌 那个六张牌一卖啊 三刀 陶子克起来 最后三刀满血状态 满血状态 那么那边的话 继续大支撑 大支撑 能往我们添堕 都要弃逃的状态了 都要弃逃的状态 顺手转扬 这下看不下去了 只能把闪电拿掉啊 那么灌石 我游 天下我游啊 灌石拿来 天下我游 冰凉的话这样 五盒拆桥背 五盒拆桥 空一波 不空了 直接运上 这最后的单挑 应该来说 就早早的迟早能赢啊 看完吧 看完吧 都看了这么久 主要就刚才说的啊 前期二张大师 跳的实际 稍微有点不对啊 最后这样的话 越打 他越劣势 那我们越打 越有优势 那么这个就是 平复分化 差距越来越大 而且你周太一旦走上不去路之后 就是这个没有回头路了 没有回头路了 顺手转秧 这样的话再强中一波 该投降了吧 哥哥 所以这一局啊 关键的在这边 嘲讽的转移啊 是一个我们这一局的转折点啊 如果所有人都去打你正经过来 我说不定感 这一局就没戏了 没戏了 好吧 那么今天这四场就到这里啊 最后感谢大家